是否香港也有很多人? 香港絕大部份人都是這樣 近來有一個組織,不知是組織還是怎樣 生活議 按照香港人睡眠及睡眠習慣來調查 以網上問卷,訪問了700多位受訪者 了解香港人的睡眠習慣 日間保眠的習慣,睡眠不足的原因是怎樣 發現香港人很渴望擁有私人時間 所以令人睜眼睡,導致睡眠不足 我想我也是這個情況 即是你晚上回到家 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工作 回到家,掙取時間做事,玩自己的事 所以令人寧願不睡覺,像你一樣犧牲自己 不是呀,我不是 我是回到家七、八點吃完飯 這麼早就回到家 不是呀,我坐這個樓下有個chartel bus 回到大圍就很快 沒關係,因為來什麼 你說你受了份量就做盡了 對呀,你為什麼可以下班 我只是七點才離開 七點沒有了 九點多回到家 十個小時,這裡是公司回到十個小時 這裡公司回到十個小時 但我捉完你以後的老闆也是 七十個小時 不是呀,我回到家也繼續做 回到家也在準備做事 轉了環境吃完飯 不讓你吃飯,不能輕鬆 對呀,跟家人親情吃飯是多麼的重要 重要還重要,你不會有這個生活 因為你的人已經很想… You don't deserve it 對,you don't deserve it 那我今晚去女服咖啡 今晚去女服咖啡陪些女服… 你不要今晚去,明天回不了 是女服陪你 陪我去準備明天的節目 你不要呀,今晚被人抓了 又保釋不到明天沒有人上班 唉,不要那麼悲觀 不是悲觀呀 我怕我太開心了 因為明天沒有你 沒有了,應該沒有預上運作 不是預上運作 沒有很多 很多,想不就OK 我正要給你保釋 再說回你的調查 對,為了私人時間 搞得不夠睡 所以在日間或乘車的時間 進行保密 甚至乎有些人認為 在交通工具睡覺 比自己的床更好睡 是巴士吧 對,特別是巴士 很多人都說 巴士是好的原因 我想是因為很穩定 即是車速不是那麼快 很容易睡著了 其實我沒有睡 旅遊巴巴、巴士、公から小巴、到便 日圖,火車 全部都可以睡著 火車也睡得到 你不覺得坐火車地鐵那些 就算你坐得到 但前面有人站在 好像不知怎樣的感覺 安全感是差一點 我不敢睡的 你知不知道IG還是Facebook 有一個專門拍攝人睡覺 我經常覺得我會上鏡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乘搭鐵 冬鐵很多時候 為了爭取時間 可以坐好睡覺 我會坐頭等 平時的物質 我說過很多次 香港的位置是瘋狂的 我忘記現在一行 可以坐六個人 冬鐵應該有六個人 但每一個位置 只有半個位 只適合Jack去坐 你也不要開玩笑 你真的說起這個位置 我們樓下數碼說 我的膝蓋更好 只有半個 就是 你想想那些鐵 我都說 不止一次試過 我被一些男人 是手臂黏著我的手臂 很討厭 因為很老實說 你其實坐前一點 你不靠在後面 你就不會碰到我 但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想要靠在我 我會遷就你 我會讓你 我會坐前 是 因為其他 我就想 如果我有一個女生 你夠不夠大便坐 你真的手臂 碰緊手臂 黏緊的 甚至乎有頂撞 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你什麼心態 他真的嚇著來 尤其還是什麼 我先坐下 我先坐下 我當然要靠在後面 你坐下來 既然有位置坐 你明知也不夠位置坐 你就坐前一點 但這些人 真的沒有 會有的 真的沒有 我覺得很離譜 你在地鐵可能遇到不同的人 我們數碼港 這裏也是 很多男人都是這樣 即是押著你 押著你 押著你 對 但我也試過 很壞 怎樣說 有些女性 她們睡到在盤子裡 就直接睡到 我都很疼 這裏 你會不會有一個 我撐開她 我撐開她 不然怎樣 她們睡到 全都放在那裏 因為我通常 我等新一班車 坐窗有位置 我通常夾在裏面 所以遇過男、男、女、女都遇過 男人是受不了的 每天要撐著你才安樂 很奇怪 最初我會縮 但我發覺她縮無容 她只會佔你更多空間 我就跟她硬碰硬 押著就押著 押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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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但也佩服 那些女生 夠膽 或者要在車裡睡覺 我相信她也很受不了 很累 才會這樣做 我不管 我沒有儀容 如果你在鐵裡見到我 你真的不要拍我的照 我是什麼 如果不是說坐頭等 我多數會坐到旁邊的位置 我會把小帽子放在後面 為什麼要這樣放在後面 因為這塊玻璃 我會這樣貼著 我還要脫上眼鏡 我會這樣貼著 我便這樣睡 如果我戴著眼鏡這樣 這裡頂著 這頂帽子這個位置頂著 所以我會這樣 調轉 這個平位頂著 我戴著眼鏡也是 戴著眼鏡 這裡會頂著眼鏡 我會頂著眼鏡 我就這樣睡 這樣便會睡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的樣子一定是很壞 所以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你甚至應該會出現 尷尬或失誼的行為 因為這個訪問也有問這些 例如有人會睡覺 56%會睡覺 有71%的人 人頭會撞到車身玻璃 我會 我經常撞到 這樣撞到 我現在很穩定 因為我會貼著 我也很穩定 我會貼著玻璃很穩定 只要你搓 頭會跟著玻璃 應該是巴士 因為它轉彎左右左右 但如果你坐港鐵 或者火車 基本上它是向前某一個方向 我覺得小巴比較容易撞 對 撞得更厲害 39%的人會流口水 我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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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不吐 很害怕 真的 沒得害怕 留開 那時候我是要戴口罩 濕了 對 每次一程車 我打算省口罩 一回來公司 我就要換另一個口罩 但我發現了 所以我流口水的情況 是改善了 我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因為戴口罩年代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戴口罩 因為呼吸得不暢順 抹大口 我真的戴口罩 真的水塘 真的一定要換 但現在不用戴口罩 我睡覺 以前試過真的會流到衣服 所以我知道我有流口水 我也有 但現在我發現了沒有 很久沒試過 衣服濕 所以應該是沒事 我可以嘗試合同一個口罩 不是 你最後會打開 不是 你控制不了 睡著了 盡力 盡力 譬如旁邊的顏色 尷尬 Jak看到流口水 不尷尬 不尷尬 一定會拍照 你睡吧 而且 想不到60%多的人 會睡過了 是 我真的一兩次 這麼久以來 應該是搭巴少 比較多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比較少在公共交通上戴耳塞 因為我那兩次的經驗 好像也是因為戴耳塞 因為戴耳塞 你只聽歌 聽不到周圍環境 你就繼續睡 但是你不戴耳塞 譬如說我搭到總站 總會 下部站 或者有很多人下車 你會聽到 我不屬於一個會睡死的人 科林就不是 科林是鬧鐘響他不醒 為什麼可以這樣 不知道 他以前 我們認識的電台年代 他已經是這樣 很極端 他很誇張 他簡直是吵到 譬如那個鬧鐘 全辦公室的人都聽到 唯獨他在鬧鐘旁邊 是聽不到的 現在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好轉 所以第一天 我們這個 日英夜英聊聊的環節 裡面有個聽眾都說 最重要他們兩個起到身 因為今早爆一點 今早他也遲了一聲 我怕的 因為我為什麼兩個 是否不知醒 不知醒之類 他們已經快一小時了 時差 對 不過不是 他們正在忙 你的病患感很嚴重 很嚴重 不好意思 早點拿來 來來來 反正慢 剛才說過站 過站 過站我是有趣的 我會過站 但是我永遠在自己的家 過了站 去前面的紅綠燈 我就會醒醒 每次都是 我心想為何不早兩個燈口 告訴我 可以早點醒 我家的站 距離前面的站 走的話 距離是15分鐘 如果一輛車 走就只需要兩分鐘 即是你遲了30秒起床 遲了30秒起床 就要走15分鐘 15分鐘就可以下來 如果不是 我又要多付6-7元 我又覺得很不值 我那一刻就會自己發費 其他銀行錢 你願意花6-8元 你又不值 車費有一個敏感的 我會敏感 其他人會願意花 你會捉跌 很痛 不值得 你買東西吃都覺得值得 無緣無故回頭 到頭車 你花6-7元 就是因為自己的習慣 我寧願 跑步用急步 我不可以超過15分鐘 10分鐘 跑下來 很生氣 所以看每個人的價值觀 如果我買日常用品 例如紙巾 你知道超市通常10卷 那些叫做藥房通常12卷 藥房會比較便宜 但藥房和藥房之間都會有差額 如果我買那包紙巾 12卷我貴了2元 我會耿耿於懷 但如果我乘車過了 要回頭 我不會眨眼 我不想走 照顧 我和你反過來 反而我買東西 你省了平時 我是買東西 沒所謂 你叫我去買相機 或購物 你本來不需要買 不知道你買了 有用 我還沒用到 他有買了什麼 他說買一部相機 接下來去台灣 就是台灣 最後他沒有帶一部相機 我沒有帶一部相機 我沒有帶一部相機 我買GoPro 而且他本身已經有GoPro 不同定位 我最多讓你玩一下 讓你兩個玩一下 可以 你不給我 讓我玩一下 Sony的ZV1 好啊你真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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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明天繼續在這裡 明天帶回來 好啊明天帶回來 好明天再見 拜拜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